欢迎来到史哉史哉网路教育学院线上直播课程 我们这个主题是行云流水的思维 一代宗师 老子的探索第48集 也是81章的第23章 我们这一章又叫做自然之道 法而如是 像论语里面它就有一章叫做 天和言哉 四十行焉 百物生焉 天和言哉 就是孔子想要不说 子宫说你如果不说 那我们怎么传承你知道呢 可见这个传承跟老师说学生听 学生在成为老师在讲在学生听 这个道就可以传下来的 可是孔子怎么说呢 说天和言哉 四十的运作 这个他有说什么话吗 没有它就是自然的运行 而万物欣欣向荣 天和言哉 其实老天也说什么话 意思说这个自然之道 条件具足则生 条件转变则灭 生灭生灭的生生不息之道 其实是要越过园语去体会 就像老子的第四十一章里面叫做 大象无形 大音息声 这些缘起的现象 其实都是要你在眼外去体悟 大音就是它传播这些正法的声音 就是这种缘起的这些现象 天地之间的毅力 反而是要从超越声音去体会的 那我们这一章经文是 西眼自然 故飘风不中朝 咒语不中日 俗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 而旷于人乎 故从事于道者 道者同于道 德者同于德 诗者同于诗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 同于诗者施亦乐得之 同于诗者施亦乐得之 信不足言有不信言 其实这一章看起来是重复一些句子 其实不然 真的是你如果对四如道三家有一些的了解 回来看老子感觉都不一样 这一章没有这种重复的经文在讲的 那主题就是自然之道法而如是 就是这些条件的具足则生 条件转变则变 那这些生灭的相续之道呢 法而如是 就是在那里运转 我们分为两段 第一个总名 这些自然的缘起离言 要离开言语去体会 虽然用言语去诠释它 可是最后体会的是 要超越言语去体会的 别识就是自然之道是什么样的 来看待它 分为三段 第一段就是反显 你违背这个长道是不会长久的 第二段就是要能所相应 那第三段就是对这个长道的取舍 那我们先看第一段的反显 唯一道是不久的 人不会长久的 它有分为用比喻来说 以及用比喻来显示的毅力 第二段呢 能所相应 曰能相应于所 能就是我们的心 所就是静 第二段呢是曰所相应于能 境界跟心思相应 这两个是互相关待的 这个有的是从心上说 有的是从静上说 好 那我们来看里面的经文 首先就这个自然之道 法而如是来说 总说是离眼的 叫做西眼自然 那个西就是很少很少的 几乎没有了西眼自然 就是这种自然的源起之道 那是西眼的 就是离开言语去体会的 第二个就是别视这个自然之道 从反面来显示 违背这个长道就不久的 我们用比喻来说明 叫做 故飘风不中朝 咒语不中日 飘风就是狂风 咒语就是暴雨 这个飘风就是 飘风就是 飓风 暴风 台风 龙卷风 不中朝不会整天的 狂雨啊 不管你下的 什么一小时几百毫米的 它不中日 它不会整天下的 那书为辞者来显示什么呢 显示的是说 书为辞者就是 天地能够显现的就是狂风暴雨 但是天地上不能久 能够显示狂风暴雨 都不能长久的 不可能的 短暂而已 何况仁夫 何况仁夫啊 人也是一样 违背长道也不会长久的 天地违背长道也不会长久的 天地都尚且这样 人怎么可以违背长道呢 方教说 老子从天地的观察 回过头来 在人世上同理可证 我们一般在天地之间 来观察天地之道 要不要有老子的这种体会 回过头来反映在人世上 你会对人世 会有不同的看法 接着我们来看看 这种能所的相应 能就是在讲能正的心事 所证的是什么 约着道来说 故从事于道者 道者同于道 从事于道 从事于道 从事于道的学习人 道者同于道 这个学道的人同于道 意思是说 我遇人私人自愈 其实在数额篇里面 有一章非常重要 我想要得人 人就被我得到 这个就是遇者重要性 所以入行论里面叫说 没有不经过好要串习而得者 只要是好要串习的 没有不得的 所有的义礼都在被你 好要跟串习当中得到 得者同于得 得就是正道的智慧 想要获得智慧的人 一定获得智慧 一定得到智慧 那施者同于施 对于道德根本没有看法 没有想象 没有好要的人 他只想追求世俗的明文力 追逐世俗的安乐 在世俗里面 浩逸勿劳的 或是在世俗里面 躲避这些承担的 那施者同于施 他也会在世俗里面 找到他的安身利命 以上是就能相遇于所 能相遇于所就是你的心 会跟境界打成一片 那再来说 同于道者道于乐得之 这个是所 就是你所正的道 道于乐得之 道也很容易的 很乐就是很容易的 跟你相处在一块 所相遇于能 就境界也很容易 跟心打成一片 第二个叫做 同于得者而亦乐得之 同于得者就是有心 要开发智慧的人 那智慧也乐于得他 得他就是乐于跟他相应 乐于跟他打成一片 就是水辱交融 那同于施者 追逐这个世俗的安乐的人 施亦乐得之 这个世俗的安乐也会被他得到 当然是这个世俗被他得到的那一份 叫做 飘风不中朝 咒语不中日 不会很久的 那信不足言 对那个 道跟德的这种 信心不足 就是说你不相信他是出路 你不相信他是安身利民 你不相信他是趋吉 必须知道 有不信言 你越对他信心不足 当然 在你的心事前 你越不会显示他的价值 你反而越看到 世俗在追逐民营丽亚的出路 以上是这个经文简单的说 那我们来看这个世间的运用 首先来说 我们要体会的就是那个反常道 它是不会久的 就好像说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这个居家 我们的相处 如果我们常常跟这些小人相处 我们在居家里面 违反这个作息正常的 我们饮食当中 这个报饮报食的 违反这些天使的 违反这些饮食的 违反这些作息的 违反这些交友的 违反作息的这个规则的 那不会长久的 就算福报很大 压在那里 也压不会很久的 第二个呢 才会考虑到说 要顺应人情 才能趋吉避凶 顺应人情里面 包括你的修身 你修身 就要有这种见地 换句话说 你的心态就是利他的 你的心态就是考量别人的 你的心态就是通达人情的 那其家在家庭里面 也是跟这样的家人的相处 那才能够和谐 和谐才是常道 常道才能长久 那这个乃至于在这个治果当中 你可以分为办政治 办教育 或者办事业 它都是顺应这个人情 比如说你办事业当中 你要考虑到这个员工的需求 考虑到市场的需求 这种需求不只是说待遇 还包括说他内心里面 有没有找到出路 他也没有确立他核心的价值 他来你这里 他也没有学到东西 他在这里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 你要能够顺应这个人情 你才能够活得长久的 美国西北大学有一个教授 叫做莫里根 他就说到说 我们在做事业的时候 我们如果不能够顺应人情 一昧地下这个指导棋 或者是没有同理心去了解别人的需要 或者是遗留了团体的反馈 往目标走的时候缺乏团体跟你的合作 乃至于喜欢用自己的经验 解决共同的问题 乃至于有发生了错误的时候甩锅 这样的领导者都不会长久的 以上是这一章的运用 那我们来看这一章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一我们这一集是行云流水的思维 一代宗师老子的探索第48集 也是老子81章到第23章 它的题目是自然之道法而如是 那我们常说道法自然 然而自然是无言的 如孔子说的天和言才 老子则说西言自然 可见圣人的说法都很相似 自然既不说话 可是在观察下 它可以显示在你的心事之前 就是法而如是 就是对 就是这样子 例如什么呢 暴风咒语它不会长久的 都有它的变化之道 可见世间的运作都得自然而然 墙壁是不可以的 墙扭的瓜不会甜 墙摘的花不会香 道理都一样的 那有心向道的人呢 才能长久的在道上学习 那有心里面包括它的好要 乐在其中的发行 那这就是所证的道来说 同于道 那有心要学德的人呢 就是开发智慧的人 才会在德上下功夫 怎么开发智慧呢 就是对道的闻思修 这就是能证的人来说 持续在道上透过闻思修 来吸取养分 就像前面章节所说的 叫跪实木 这才能与道是长长久久的相应的 那至于世间人看不上那个道 而且不讲究德 所以就失去了道跟德 不会跟道跟德在一块 这也是反而如是 例如求仁者乐于得人 也能证得人 同样的求道求德 也跟这个仁者乐在人当中一样 乐在其中 也就是成就道德的意思 还讲说成就要这样说 不是离开这些 有一个东西叫成就 那乐在思道思德的人 他对道德根本看不上眼的 对君子根本就是很鄙视的人 自然也会在思道思德当中 自得其乐 小人这个小人闲居为不善 保时终日无所用心 孔子说难以摘 这种人无可奈何 只不过这样的乐 必然是反常道的 他不会长久的 知识之理的追求自己的安乐的 违反人性的 那怎么会长久呢 所以要怎么样来取舍于道呢 那就是要顺应人情 顺应着自然 才能长长久久 趋吉避凶 那我们说 世间的道理是这样 时代就如同大浪逃杀 飘风骤雨都不能长久 那违反常道也不会长久 真正能够成就百年的家业 或者千年不衰的思想 都得符合常道 这才是自然之道 与人相处也要顺应人情 所以懂得人情世故的人 就会去讲究常理 所以那个常理局很重要 才能够维系住彼此的关系 而且长久的相续 以上就我们本章的大致的讲解 那下一集 我们将透过问答 来了解所谓老子的自然之道 它更深的含义 那我们祝大家学习愉快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钱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盖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盖